各位好 我们来推理一下解释一下 为什么神坡的坡数公式是长这样 就是张力除上泄密度在开根号 为什么是这样 课本和讲义并没有提到 那有好奇的同学如果有好奇的话 在这边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个坡 这个坡向右传递 坡数是V 那在坡向右传递的过程中 绳子并没有跟着向右 而是只有向上振动 那么我们怎么分析呢 我们选一个观察者 那他也是以V向右移动 那所以在这个观察者的眼中来看这个坡呢 他会看到坡形不变 因为他跟着坡形向前走 可是戒指并没有向前走 所以在这个观察者的眼中 观察者所见到的 戒指会往反方向以V的速度前进 应该说-V 原本的V是向右 -V向左 观察者会看到戒指向左移动 在这个瞬间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戒指放大 放大 这部分放大 波峰的部分放大 那放大之后呢 这一段绳子 这一段戒指 他就是以向左运动 瞬间的速度是V 那这一段戒指 他向左运动又有转弯 又有转弯的话 他会需要详心理 好 再强调一下就是 解释的清楚一点 就是 这个波峰的部分放大的时候 它可以对应到一个 圆弧 一个圆的一段弧 那这个圆弧 它会有一个曲率半径 因为泄密度就是 每公尺多少公斤 那反过来说 乘上公尺的话 泄密度乘上公尺 就会是 它的质量 比如说 每公斤 每公斤 每长度 每公尺 每公尺0.5公斤 每公尺0.5公斤的话 2公尺就是1公斤 就是1公斤 这样子 所以 这段绳子的质量 可以写成 泄密度乘上弧场 它弧场 又可以写成 半径乘上弧度 半径乘上 它所对应的 圆心角的弧度 那我们这个 圆心角的弧度 我们写成2θ 写成2θ 这待会会有用处的 好 所以 这时候我们就要分析 这段弧场 它这个转弯 用v的速度转弯 需要的向心力来源 我们用这个角度切入 就是去分析它的向心力 那它的向心力 就是来自神张力 对不对 因为今天神职受到的力 只有张力 那它又要转弯 需要向心力 那它的向心力来源 就是来自张力 但是是来自张力的分量 张力的水平分 千值分量 张力的千值分量 看下面这张图 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就表示了 沿着绳子向外 就是张力的方向 那 可是只有指向下 指向下的 才是有指向圆心 就是向心力 指向圆心的力 所以这个张力 的 y分量 才是 作为向心力的部分 那根据几何关系呢 我们可以看出 张力的y分量 就是张力的sin θ 这个θ就是刚刚的 这个圆心角的一半 因为 如果从 中间画一个千锤线 那一边是θ 那一边是θ 的时候 上面这个角 就会是θ 那下面这个角也是θ 那这可以 再暂停自己看一下 好 所以结论就是 绳子 要转弯 它所需要的力 向心力 来自于 Fθ 而且是两倍 因为两边都有 绳子两端都有张力 所以向心力 造成向心加速度 等于 nv平方除以r 然后它又等于fsin θ 两倍 2fsin θ 所以最后就写成 等号左边是 nv平方除以r 等号右边是 2fsin θ 但这边又有一个步骤 就是 θ很小 θ很小 我们是 取一个极限 让θ 趋近于0 那θ 趋近于0的时候 sin θ 就会很接近θ 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画 y等于x 跟y等于sin x 的话 它们在x趋近于0的地方 会很接近 因为sin θ 大概是长这样 那 y等于x 是长这样 所以它在接近于0的时候 会很靠近 好 所以总之呢 当θ很小的时候 sin θ 就是趋近于θ 所以 等号两边 左边是 向性力公式 nv平方除以r 右边则是 质量 呃不是 右边则是2fθ 那左边的这个nv平方除以r的m呢 又可以用 又可以用上面这个 线密度乘上半径 乘上弧度 来表示 这个 μr2θ 就是 质量m 那再乘上v平方除以r 那等号的左边结束了 右边是2fθ 那聪明的各位就会看出来 就是 就是 数字2消掉 然后r r消掉 然后θθ消掉 所以最后就会得到 v平方 就会等于 线密度分支 神障力 那再把平方去掉开根号 就得到我们的公式了 那只是说 这个是以观察者的角度来分析 观察者是 用v的速度在前进 那我们要把坐标换回到 一开始 我们这些旁观者 这些人 这些站在月台上 为什么讲到月台 是因为我们如果用 火车为例子的话 两台列车 并行的时候 看彼此是相对静止 但是月台上的人看车子 则是有向前的速度 那如果我们回到 地面坐标 就是不是以观察者 为坐标的话 我们看到的波是向前 用v前进的 对 那我们刚刚证明的过程 是以观察者为坐标的 以这个 像v 以v前进的观察者 他观察到的这个结果 是 是可以符合这个公式 那最后就要提到一个 概念就是 等速度的观察者 跟静止的观察者 他们所观察到的物体定律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根据这一个 最后的这个 前提 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把 刚刚推出来的这个结果 把它 把它推广 推广回到 在 静止的坐标系当中 去观察这个 向前运动的 神波 所以 总之呢 这个就是 神波波数公式的推导 那 同学如果还有疑问 就可以在 留言发问 或是下课的时候 来请问 谢谢同学